因為昨天到營地的時候,已經晚了,所以說搭帳的 拍攝的過程就沒有錄下來,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帳整個拉起來的樣子 可以看到他有做相當多的像這樣子的支撐 他可以完全的把外帳跟內帳完全的分離開來 這樣子就算是下雨,譬如說昨天晚上有下雨,那這樣子 外帳跟內帳有大聲看來之後,內帳就不會反潮 包括這邊有一根,那這一個 在這樣拉會有幫助,不過我昨天覺得這樣已經很拉撐了 就沒有再去做了 我們安靜的看一下 好像這邊的這一根 還有這一根,我就拉伸開來 這邊雖然有點皺褶,那應該是昨天晚上拉的 拉的太太匆忙了 只要把這邊引頂拉起來,再往外,往這邊 這邊稍微再拉撐,應該就可以拉撐起來 那不過儘管如此,在這一塊裡面的內帳 也沒有反潮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整個外帳拉起來的形狀 就有點像是一個恐龍的形狀 在前面的路口處,前面這邊是很寬的 然後到後來後面這邊 他就會漸漸的縮小 因為他這裡是二人杖 他的頭是在外面 那前面的寬度就足夠兩個人的肩寬 那腳的話,本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寬 所以說腳就變比較小 那這樣子的設計 就能夠讓 節省,就能夠節省很多空間 然後當然中間也可以節省很輕 然後 值得一提也是 下面這邊有一塊地步 OK 這一塊就是地步 那地步跟障的 跟障這邊,他可以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像這邊 這一條 是地步延伸出來的帳 那他的帳是有兩 是由銀柱式的Y字形 那這邊是Y的尾巴 銀柱式可以扣到外帳的設計的這一個扣環這邊 所以說當這兩邊 當這兩邊都扣上 這邊看不到 因為這邊的門庭拉出來了 當Y字形的兩邊都跟地步一結合之後 地步整個就可以拉伸開來 那就可以地步就不會再跑來跑去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然後當然 這邊 這邊有三條線 有三個繩環 也就是地步的有三條繩環 也是地步的繩環 跟外帳的繩環 跟裡面內帳的繩環 是可以用一根銀釘 然後同時把它拉伸 那這個設計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 當然這一切的原因都是為了要讓 整個帳把它拉伸起來 這樣子 外帳拉伸起來 內帳拉伸起來 這樣子就不會返潮 然後在外帳跟內帳的這邊有一個小設計 就是說 這邊看不到 等一下我們從裡面看會看比較清楚 好 這樣大概就是它的整個的外觀 整個的形狀 那拉伸起來就會 裡面的空間會拉伸開來 就相當的舒適 然後我們來看看 把帳打開的情況是這邊 這邊拉開來 這邊 就可以很輕易的把外帳的門打開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我先放下來一下 就可以把外帳這邊拉開來 收起來 當然可以捲得更漂亮啦 OK 好 然後內帳這邊 也是一樣 這樣子拉開來之後 OK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相當的框場 我的睡袋睡墊 然後旁邊是我的背包 因為下雨背包就沒有放在前庭 我只有把我的鞋子 鞋子用這個塑膠套 塑膠袋套起來 裝在裡面 這就是為什麼 雖然說我很追求輕量化 但是在這一款帳篷 他一樣有一人帳 但是我沒有買一人帳 因為一人帳他太小了 如果說有睡一人帳的話 我的東西可能就擺不進去 那這二人帳緊急的時候 也可以睡兩個人 雖然是很擠啊 但是緊急的時候也沒有辦法 這邊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剛才講到內外帳 他 像這邊有一個扣環 內臟跟外臟扣在一起 外臟在拉扯 那內臟跟外臟的空間就出來了 好,兩邊都有 這邊也有 這邊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邊也有 有時候這樣子就可以很有效的把它拉扯 好 那就順便 接一下下午我的睡眠系統 好,這就是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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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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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